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Sophie 今集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秋冬穿搭靈感 我發覺近期不少荷里活的女星 都會以西裝作為她們的得獎戰衣 一套Women Suit 就可以展示剛柔並重的女性美 看來秋冬都是時候試一試西裝的穿搭 講到Women Suit 不得不提法國設計師 Yves Saint Laurent 她在1966年推出女性西裝禮服 Lou Smoking Suit 穿西裝不再是男性的專利 另一個重要人物就是意大利設計師Giorgio Armani 她在1976年打造女性職場的Power Suit 以闊薄剪裁的西裝褲配以闊腳西褲 到了今時今日 Women Suit 已經成為氣質的代名詞 她結合了強勢和柔美兩種力量 吸到好處 一眾女神級的巨星都會選擇以西裝去突顯個人魅力 就好像Lady Gaga 上個月出席 在荷里活女性風雲人物頒獎禮上 穿上的Mark Jacobs加達馬西裝 Lady Gaga 表示 穿西裝令到她重拾女性的力量和自我價值 而今個月頭 Natalie Portman 出席電影頒獎典禮的時候 就穿了Seline最新一季的黑色西裝 配搭簡單的高跟鞋和師傅白襯衣 展現自信又優雅的氣場 最近Victoria Beckham 受在People's Choice Award 2018 奪得Fashion Icon Award 也是穿著自家品牌的全白西裝加Laze背心 完美地演繹出女強人的風範 Women Suit 不只是明星可以駕馭到 也不是工作或隆重場合才穿到 一眾Fashion Insiders都很喜歡 以西裝作為日常穿搭 簡單的剪裁再加上多樣性的Patterns和Colors 有無限的時尚可能性 喜歡換味穿搭的你 就可以試下以鮮色one tone西裝 或者搶眼隔紋 又或者調子西裝 不會太拘謹 反而很有新鮮感 另外 西裝也不一定要配搭襯衣衣或高跟鞋 可以試下T恤、背心、波鞋 脆性又容懶 輕鬆營造出髮色的時尚風格 如果想修飾腰型 就可以在西裝外外加上腰帶或腰包 亦都更加有層次和潮流元素 女色西裝的時尚精神一直不滅 延伸到現今的Fashion One Way 以及女性的衣櫃 你又敢不敢受到它的Power 今天的秋冬 大家就試下穿出你們風格的Women's Suit 下次再見 拜拜 呼吸感 抱歉 請教導 請教導 изв詞